那我们刚刚是第一个是把选择2复制一个 按那个Ctrl键拖拉过来 然后呢一个是入门一个是进阶 那参加的老师等于是说 这个第二次进阶的话有两个老师 这个老师跟这个老师没参加 所以他时数就会少了 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把这些 入门跟进阶有参加老师帮我统计出来 其实这个方法 道士也是可以用什么 插入函数里面用sumif 那sumif里面的话第一个 Range指的是什么 有参加研习的老师 在入门 其实可能要分两次 一次是入门一次是进阶 所以在入门的 所以你第一个先点击选择2 那找什么呢 找有没有这些老师 所以把那个老师的名字 姓名的这些栏位先选起来 Criteria请你切回到中间 那你会发现切回到中间的时候呢 它会跳回到原来序值1 这个时候你把王庆路 这个老师的名字放进来 然后sum range指的是什么 要加总 那要加总的话 再切回到序值2 入门的把时数这个范围呢 选起来 OK 那记得啊 再切回到中间 为什么要切回到 因为中间 其实就是前面 只有中间前面 没有序值2的工作表名称 那如果你要回到总表的话 其实就是回到中间就可以了 OK那我们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要到哪边呢 到序值2里面帮我找找看 有没有王庆路这个老师 有的话呢 帮我把时数全部加总起来 那待会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等一下会向下填满 那向下填满的话 基本上呢 这个上面这个范围 跟下面这个范围不能变 可是这个criteria要跟着改变 为什么 因为我这里面的人 每个老师我都要查一遍 所以记得把上面这边按F4 那当然比较标准的做法是 只要锁列就好了 因为蓝不用锁 F4 把它列号锁起来 因为这两个范围不能动 其他可以都按确定 好那你会发现 这个王庆路老师 他在入门的阶段没有参加 那其他老师呢 下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 李世元老师 他1.5个小时 没问题 可是问题 现在只有加 他入门的 但是进阶怎么办 其实还是跟刚刚的方法很类似 怎么样呢 把这个公司复制一下 Ctrl C 移到后面 多个加号贴上 那贴的话 你想说2跟3 有没有 序城名称 你干脆把它改成3 这边把它改成3 那因为有两个老师没参加 所以会少 两个 所以16变14 少两个 好 然后其他的条件也不一样了 一样是找那个 不过我刚好有没有应该放 反正打勾之后的话 这个像算好了 反正就一样是这个 这个储存格 我刚刚是做这个 把它复制 他这边的话 基本上会把王庆 这个老师 王庆的老师 在这两次研习里面 找找看 发现都没参加 其他老师呢 再把它箱下填满 OK 好 那你会发现 有些老师全部都参加 所以他难道5个小时 那有些老师没参加 或者只参加一半的话 那有些老师完全没参加 OK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 找到入门跟进阶 全部加融起来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话记得 我们如果要找的是这边的话 请记得 上面range跟sumrange 指的都是另外工作表 只有中间的部分呢 是总表部分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最后的话呢 假如说我希望 做一件事 就是说呢 可能这个资料将来呢 会给其他老师呢 他们 稍微看一下 有没有问题 那当然我担心一个见识 就是可能会被篡改 或者不小心 自己改到了之类的 所以呢 如果你希望怎么样 这个范围 假设你把资料给别人看之前 你尽量还是把这个范围的资料 把它怎么样 锁起来 不让人家去做修改的动作 第一个 第二个呢 你可能也希望怎么样 不要让人家看到公式 因为这公式可能有机密性的话 那你可能会需要两件 一个是保护资料 第二个是保护公式 OK 那怎么样保护 第一个当然我的习惯先选取这个范围 按右键储存格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边会有个保护 那你会发现呢 什么状况下才会被保护 一 一定要锁定 锁定的话表示说 这个是你要保护的范围 所以记得先选取这个你要保护的范围 第二个的话 按滑鼠右键 找到储存格格式里面的保护 那把那个锁定打勾 另外呢 有个隐藏 这个隐藏是什么呢 其实就隐藏公式 也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 你做完一些东西 你要把公式 不让别人看到的话 很简单 反正你就按 这个范围按右键储存格 保护的时候呢 把隐藏打勾 这两个不是同 不一定要全部一起 如果你只是要保护公式的话 那你就隐藏就好了 如果你要又要保护资料 又要隐藏公式这两个打勾 按确定 好 不过特别之后 按确定之后呢 它不会马上 让你的公式跟你的资料保护 那什么时候会保护 特别之后 请你在教育 这个各位有没有用过 教育里面有一个叫什么 保护工作表 这个地方的话呢 不过建议一定要输入密码 因为如果你不输入密码的话 一般人都知道 直接取消就好了 OK 所以你把密码加上去之后 按个确定 再确定一次 OK 按个确定 好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 我把滑鼠移开 并且移到 假设这个王清卢老师的 这个资料里面 那你会发现 本来应该点这里 上面会有什么东西呢 公式出现 可是现在就隐藏了 第一个 那表示我们的隐藏 是OK了 第二个的话呢 我如果希望串改 假设他根本没来 然后他希望改成5的话 他就说可能怎么样 直接按5 有没有 您尝试变更的出身格 受到保护了 所以不能变更 诶 这样的话 你可能会比较保险一点 不然有的时候资料 你根本没做保护 莫名其妙要被变更 你不知道 所以特别注意 做保护 OK 那当然你要能够保护 也要懂得取消保护 因为取消保护之后 你才能够去变更 假设你真的 又多了一些资料变更的话 记得把它取消 取消的话 如果你输入 错误的 比如说有有其他人 有没有 他会出现密码不正确 OK按确定 那当然你自己输入的话呢 你一定要输入正确的 可是如果说你按下确定 也是密码不符 原来你忘记密码了 那怎么办呢 事情就有同学密码忘记问我 我也不知道 那你设定密码 所以后来呢 就有一个 有个 有个同学分享一个方法 就是如果你的密码 又忘记了 那如果破解了 其实 你不需要很高深的方式 假如你真的不小心忘记了 而且呢 这个也隐藏起来 你一直也没办法的话 其实有个方法 第一个 请你把它储存档案 把它档案储存起来 把它另存 存在桌面上好了 第一个是 你把它档案存档 然后 第二件事的话 其实有个方法 就是说呢 我把它放桌面上 如果你要破解 像刚刚我们打开来 是没办法破解的 第二个动作 就是如果你要破解的话 有一个方法 就是 开启那个 云端硬碟 你想说云端硬碟 有什么 开启云端硬碟 找一个地方 比如说我找一个 随便一个资料夹 比如说我这边 有个TEMP资料夹 那我要做什么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先到设定里面呢 把齿纹的设定 改成将以上传的档案 转换成Google文件 编辑机格式 特别说 为什么要 一定要打勾 因为打勾的过程当中 它就会帮我们转换 那转换的过程当中 其实 就可以帮你把 你刚刚的密码 破解掉 OK 你想 你有点confused 其实做这个 因为之前就有同学 也是遇到同学状况 然后后来呢 他就试了一下 他发现说 只要转换成 那个Google云端 有没有 Google把它丢上去 因为转换 如果你没有转换 它就原来是Excel 也就保护了 但是丢上去的同时呢 因为它找不到对应的保护的那些功能 所以它就怎么样呢 就帮你把那个功能给破解掉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档 我现在再把它打开来 不过呢 因为它已经转换成 那个Google的格式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点选这个范围的资料的话 你会发现公式 马上就出现了 有没有 然后呢 如果说你今天呢 要修改了 也还是可以修改 但是现在的云端 那想说 老师那可是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Excel的档案 那有没有办法帮我把它变回来 其实很很简单嘛 在Google试算表里面 你要变回成Excel的试算表 只要档案里面有个下载格式 找到Excel 有没有 把它点击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把它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再开启它 开启它之后的话 一样启用编辑 刚刚本来有设定那个保护的 现在呢 没有了 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如果说假设 你就是有 加上去 刚好忘了密码了 或者是说刚好 有人加了密码也保护了 可是你想要看他的公司 他不给你看 对不对 怎么办 你一定有看过那种 一定常常有看到那种档案 里面呢 奇怪 这个很 很想知道他到底公司怎么下的 可是他里面就是已经把你保护起来了 怎么办呢 很简单 记得就是云端硬碟很好用 云端硬碟记得就是说 你反正你就开一个资料夹 关键在这里 齿轮这边设定 记得这个要打勾了 这个打勾的意思就是说 他会把Excel的档案传上去之后 转成Google的 也就是本来是 这个Excel的试算表 丢上去之后变Google的试算表 那因为没有对应的保护功能 所以他就把这个保护功能给卸除掉了 OK 应该是刚刚好没有这个对应功能 所以他把它卸除就没有了 所以可以试试看 我刚刚讲的部分 刚刚主要是利用那个 我们的中文练习这里 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利用那个SAMIF的方式 把两次的研习时数做加总 特别注意就是那三个格子里面 上面跟下面一定是指的是 你要查的 上面是查哪一名字 第三个是查加总 就是把加总结果给带回来 中间的话就哪个老师 最后就是说 如果你要做保护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保护工作 记得是范围先选取按右键 有一个出称格式 找到保护